絢麗煙火劃破基隆夜空 一旁小船噴起沖天水柱 大街上的舞者賣力熱舞 為晚間的遊行揭開序幕 十七號晚間一百七十年曆 使得基隆中原季舉辦水燈遊行 表演團體與民眾一同走上街頭 場面十分熱鬧 今天的風應該是算比較涼爽的 不會那麼的悶熱 那相對以往真的舒服很多 那也熱鬧很多 今年的水燈遊行 參加人潮較往年來得多 基隆市府也提供接駁專車 方便民眾來往市區與活動會場 不過只有民眾抱怨 市府疑似沒有妥善規劃 人群疏散 導致許多外地遊客 無法趕上末班車離開基隆 根據活動文宣 來看活動的外地朋友 在晚間十一點半 基隆市府加開二零八八 與一五七九兩班客運 分別往台北市新一區 及原山轉運站 十一點三十五分 則有台鐵加班車往樹林 但是以上三班加班車 被民眾抱怨根本很難改上 因為會場的接駁車 晚間十一點半 到凌晨零點才發車 等接駁車開 末班車早就跑了 不只接駁車時間搭不上 事後還有網友留言 今年煙火施放 也是大延誤 還有人提醒遊客 以後要去基隆 記得事先查詢末班車時間 否則會成了絕地大逃生 統統塞在路上 回不了家 三內新聞 林俊華 江俊文 基隆報導 我尊重市 從來自四周 撫補喔 貢治訪